一辆连接货柜车沿着道路行驶 没想到就在经过寒洞时 后方的货柜高度太高 竟直接撞上寒洞 车子开始往右倾斜 最后整台车翻覆 横躺在路中间占据正线车道 而寒洞上方4.1公尺的线高标志 也被撞凹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三重 自强路三段高速公路寒洞 28号清晨6点多 当时货柜车正要前往附近的仓库载货 而驾驶48岁陈姓男子 疑似没有注意到线高 撞上寒洞门架翻覆 当下仓皇逃出车外自行脱困 由于接近上班时段 车流量开始逐渐变大 警方派遣12名警力来到现场指挥交通 并找来拖掉车进行拖掉 由清洁队清理路面后才开放恢复通行 据了解驾驶没有酒驾 但行驶在禁止路段 加上未遵守耗置指示 误闯高速公路寒洞 寒置交通瘫痪将近一个小时 后续警方也将一道交条例 针对货柜车开出两张罚单